大家好,上期我们说了贝加庞克这个接触外星人的猜想 那么我们从这个猜想出发,可以猜测一下贝加庞克的研究方向 我们知道,自从贝加庞克出现以后,展现了很多科技 比如穿梭时空,瞬间移动,隐身,意识转移,磁力鞋子 那么综合这几个关键词,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贝加庞克目前所进行的研究很有可能就是费城计划以及后续的蒙托克计划 依然是考虑到阿斯加得来的朋友们,咱们先来洗稿一下 费城实验是由莫里士·吉索普博士所写的书中所透露的 但是当他想发布说他在费城实验这件事的研究上取得突破的时候 先前因车祸重伤的吉索普博士,第二天就被发现死于汽车废弃之中 官方已自杀结案 他根据尼古拉特斯拉生前所研发出来的统一场理论 又称为引力动态理论为基础进行研究 1943年特斯拉过世那年费城计划由爱因斯坦主持 这个理论假设磁场电磁波跟地心引力互有关系 通过特别的仪器和足够量的能量能够使光线弯曲 而让实际的物质变成隐形 美国海军认为这个应用在战时有极其显著的价值 所以认同并赞助这个实验的进行 他们用一艘美国海军的护卫驱逐舰埃德里奇号 配备了强力的磁场生产机准备进行这个实验 第一次实验是在1943年的夏天进行 起初实验很成功 驱逐舰在一团绿雾包围下接近进行 在同年的10月28日再做了一次实验 这次是整艘舰艇在一道强烈的蓝光之下突然消失不见 而且在同一时间距离600公里远的 达斯克海军基地回报该驱逐舰在附近的海边上出现了有数分钟之久 接着又突然转移回了费城的军港 根据当时的一些知情者所说 看到船员出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情况 一些船员感到恶心和分辨不出方向 一些船员无故的消失 还有一小部分船员嵌在了墙上 跟船上的钢板完全融合 是否生存有待考证 后来一些参加过实验的船员被强迫退 实验过后驱逐舰上的船员身心遭受了严重的创伤 几乎所有的官兵都身得重病 有些死亡 有些是精神疾病或者记忆丧失 据船员有人目击这些船员在酒吧或家中会突然的消失与出现 这个就是费城实验 也就是说他想做一个隐形的实验 但是结果变成了瞬移的结果 那么这个都市传说的背后 也就是费城实验的下一步就是这个蒙托克计划 蒙托克计划是一系列传闻由美国政府机密执行的计划 与蒙托克空军基地进行 包括时光旅行等项目的研究 有关传闻都是基于一位名为亚克瓦来的人 在费城实验结束后的50年所发表的描述 由于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且实验内容缺乏严谨的科学理论基础 该工程的传闻的真实性因而普遍受到质疑 并被人们认为是都市传说 那么这个蒙托克计划研究的项目就是 第一时空旅行 第二时光隧道 第三瞬间移动 以及通过时光隧道接触外星人 最后还有就是意识控制实验 独化信仰实验和净化信仰实验 是的 贝加庞克研究的最终目的 应该就是这个意识控制 或者净化 或者独化信仰 所以惧怕这个最终目的的达成 可能才是吴老星要抹杀他的真实原因 那么这期就说这么多 咱们快说快玩 我是上帝心想水煲头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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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